很榮幸 我也叫Yvonne 今天剛剛下午有一位正時級的總裁 他分享他也叫Yvonne 對吧 非常榮幸 我從事生物技術 基因工程 還有營養學的研究 已經超過了13年以上的時間 這13年來 我們一直不斷的在研究 人為什麼會老化 為什麼會生病 為什麼會得癌症 我們一直以來也都用 嘗試了各式各樣的方法 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今天非常榮幸 因為我們在研究室裡面做研發的時候 偶然的機會裡面 我認識了傑斯的產業 我只能說傑斯的產品實在是我太經驗 所以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能夠站在這裡 利用60分鐘的時間 跟在座的各位分享 身為一個研究者所看到的學師 我在各大生技公司 也有跟非常多的醫美診所合作 跟這些診所合作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宜報老師 我又怎麼樣 才能夠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 更漂亮 在座各位有沒有一個經驗 有一些人 他現在已經40歲了 可是他看起來 就算是25歲 有一些人 他明明只有20歲 可是他的基督的年齡 比實際的年齡還要大了10歲 而且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問題就出在我們的基因 我們在各大電視節目 我擔任營養專家的工作 也有在很多的電視台 在做訪問的時候 我們不外乎都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人要怎麼吃 才可以變得更健康 要怎麼樣保養 才能夠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 更美麗 我們十幾年來的研究 我們發現 其實 所有老化的原因 都出在基因 十幾年前 我們對老化的原因 知道的非常的少 但是今天 我非常確定 可以非常確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 老化跟基因有絕對的相關性 OK 我們在國際上也發表了非常多的文獻 都是證實老化跟基因有絕對的相關性 那麼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們 這兩位你們一定都認識 左邊是飯兵兵 右邊是劉曉慶 你們認為他們相差幾歲 他們相差了三十歲 可是看起來卻像是姐妹 在座各位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們今天已經六十八歲了 應該會是長什麼樣子 可是呢 有一些人看起來 卻還是這麼年輕貌美 他就是拍名字 已經快七十歲了 他的身材 跟他的臉蛋 都保持得這麼好 所以我們有沒有機會 也可以像他一樣 可以變得這麼 到六十八歲的時候 還可以這麼年輕 當然女人會保養 男人會不會保養 會 好 這個要按得非常的用力 他才會下一頁 所以上台講課 需要有練過才會被你來 所以男人要保養 我們看一下林志穎 他已經四十歲了 可是他就是一副娃娃臉 而且不論是潘影子 或是林志穎 他們在公開的場合 他們都分享了他們保持年輕的秘密 這個秘密不外乎 第一個 就是要吃個健康 再來第二個 要保持規律的運動 再來第三個 他們顧約兒童的說 要慎選正確的保養品 好 所以不管男人或是女人都要保養 我們來複習一下 人為什麼會老化 人為什麼會老化 在進入諧思的結束的一個技術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老化的原因 人為什麼會老 我剛剛前面已經提過了 其實就出在基因 什麼是基因呢 我用很簡單的圖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上面這兩位呢 團團跟演員 是在2008年的時候 大陸官方送給我們台灣的兩隻非常可愛的貓 他在去年的7月的時候 生下了一隻非常可愛的女兒 叫做圓仔 我們的台語叫做尼亞 你們看得出來 尼亞他長得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像爸爸 你們怎麼都這麼聰明 老實說我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都是熊貓眼 但是官方的說法 我們的尼亞長得 眼睛的部分長得像爸爸 可是我們看不見的手長長得像媽媽 所以這個就是基因 我們贊助了各位 每一個人都長得不一樣 都是因為我們有一半是來自於母親 一半是來自於父親的基因 兩個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出生下來 一輩子 擁有這樣子的一個基因 我們有沒有好好的保護它 所以我們等一下 現在我們就進一步 再來複習一次 剛剛威廉博士所提到的老化的原因 有三個原因 都是跟DNA 都跟基因有很大的相關性 第一個老化的原因 你們要知道我們的基因 都是由DNA組成的 因為環境污染 空氣污染 水污染 輻射這些都會造成自由基產生 自由基產生之後呢 它就會攻擊我們的DNA 我們的DNA受損之後 它突變了 突變的DNA會不會死亡 它不會進到死亡的狀態 它反而會形成 把自己一直不斷的複製 不斷的複製 就會形成不好的蛋白質 形成不好的蛋白質之後呢 我們就稱它為腫瘤 如果今天是不好的腫瘤 我們就稱之為癌症 帶來人就會生病 細胞就會生病 這是第一個老化的原因 第二個老化的原因 是什麼 剛剛威廉博士提到的 我們細胞裡面有染色體 我們全身上下有60兆個細胞 每一個細胞裡面 都有這樣的染色體 它這四個點 我都喜歡把它稱之為安全帽 因為它是保護我們細胞 不會進入死亡 不會老化最主要的東西 我們叫它做端粒 端粒在隨著我們細胞 一直不斷的分裂 因為我們要修復嘛 我們的角齒層會代謝 這些細胞一直不斷分裂 不斷分裂 分裂了50次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分裂了50次之後 端粒會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這個時候沒有端粒的細胞 就會走路死亡 這個就是第二個老化的原因 第三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軸了 第三個老化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幹細胞 我們幹細胞其實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精子跟軟子 結合起來之後 形成所謂的胚胎幹細胞 胚胎幹細胞非常的強大 它可以把自己分化從所有的器官 甚至形成一個人 但是我們另外一種幹細胞呢 現場的在座各位 每一個人全身層下都有 因為胚胎幹細胞它已經分化完全 那我們現在能用的就是成體幹細胞 我們每一個部分都有成體幹細胞的存在 那一般來說 剛剛威廉博士有聽到 在我們的脂肪還有骨髓裡面是最多的 而且也是最穩定的 可是你們要知道 這些幹細胞 我們隨著時間的增加 它也是會受損的 因為它也是DNA 它裡面也有DNA 也有染色體 你們知道幹細胞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如果今天我們的肝臟受傷了 這個幹細胞就會跑到我們的肝臟 把自己變成肝臟的細胞去做修復 如果今天我們的腎臟受傷了 這個幹細胞就會跑到我們的腎臟 把自己變成腎臟細胞做修復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了幹細胞之後 我們這些細胞無法修復 那一樣就像我們的細胞就會走入老化 甚至生病 OK 我們的幹細胞一輩子就只有一次 它只會變少 不會變多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 這是一個老化的原因 今天我看到的結師 能夠帶給各位什麼 能夠帶給各位什麼 我其實針對結師的技術 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 paper 也研究過了 就是因為我對於他的技術非常的讚嘆 所以今天才會站在這裡 很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自己也是結師的愛用者 目前在全世界 在全球最高端科技 就是這個YES細胞的優化系統 威廉博士提過了 今天由內而外 我們可以用reverse 我們可以有finity 也有AMPM 或佩樂 可以讓我們由內而外 讓我們的身體變得更健康 可是由外而內呢 我們有numinous系列的保養品 我們numinous系列的保養品 可以從我們的基因去改善老化的問題 甚至讓老化的問題再往回走 讓我們的皮膚越來越年輕 這個部分就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的威廉博士了 因為我們的luminous系列的主軸 就在於威廉博士 他所獨家研發的 幹細胞再生專武技術 他也是先虛啊 其實我在實驗室裡面 在研究室裡面 針對牛曼博士這個人 已經非常非常熟悉了 他是一個我非常敬佩的博士 他是在國際上非常知名的外科醫師 跟皮膚科醫師 在國際上他也發表了非常多的文章 在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針對這些文獻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 在威廉博士前面提到的 其實他可以讓 因為我們的扭曼博士 他所研發的幹細胞再生專利技術 能夠讓我們的細胞變得更明明 一開始在早期的時候 扭曼博士 他是用注射 用輕入式的方式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技術的過程中呢 就是從我們的皮下脂肪 把它抽取出來之後 把這個脂肪進一步的拿去分離 從脂肪的裡面把幹細胞抽取出來 這個過程呢 需要非常非常精細的一個技術 要不然幹細胞 他是很容易離開我們的皮外之後 很容易死亡的 這個幹細胞被你出來之後呢 他就打回原來的那個人的身體裡面 我們直接看照片可以很明顯的 打了幹細胞的病人之後呢 整個人變得更年輕 皮膚更有彈性 做的都不見了 不論是男性或是女性 都有同樣的效果 而且像這樣的照片 像這樣的見證 在扭曼博士的網站上面 已經有上百個案例 可是我想問一下各位 在座各位有沒有人不怕痛的 我很怕痛耶 你也是齁 那這座各位 有沒有人錢放在口袋裡面 會癢的 如果會癢 請會到以下戶頭 所以有沒有苦痛的方式 有沒有更安全有效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來達到一模一樣的效果 而且只需要花一點點錢 所以有曼博士他聽到了我們的聲音 他又更進一步的去研發 把這個幹細胞分離出來之後 幫他製造了一個家 這個家叫做生物反應器 這個生物反應器呢 就是可以讓這些幹細胞 能夠生更多更多的小孩出來 可是你們要知道喔 通常癢的細胞常來的 因為每個細胞他所需要的營養 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給他吃錯東西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問題 他可能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細胞 就不是幹細胞了 所以紐曼博士他花了非常長的時間 去配去萃取 然後把它搭配成一個最適合幹細胞 能夠生長的環境 他要製造跟人體一模一樣的環境 讓他能夠在體外順利的繁殖 好了 菸幹細胞能夠順利的繁殖了 紐曼博士他還得做一件事 這件事情呢 就是他必須要聽得懂幹細胞在講什麼語言 這個難度就很高了喔 幹細胞他講的語言是什麼 就是這248種生長因子 就是他每一天在講的話 首先第二步 有曼博士必須要先打開幹細胞的畫夾子 他說你要趕快講話喔 你要趕快講話喔 而且呢 他還要控制每個幹細胞講的話 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 今天我告訴隔壁的幹細胞 你要分 你要生產大量的248種的生長因子 那他就要把這個原封不動的248種的生長因子 再繼續的跟隔壁的幹細胞講 所以今天這樣子下去他才能夠生產出一模一樣的248種生長因子 OK 所以今天我們生產了這個生長因子之後 下一步呢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生產出來之後 就是裡面像這樣一小片膜就要好幾千塊 目的就是要把最小分子最好吸收 而且品質最高的生長因子分裂出來 所以這個時間點呢 也會消耗掉非常非常多的生長因子 這些生長因子把它過濾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到-25C的無盡實驗室裡面進行保存跟分裝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今天他既然在-25C的環境底下才能夠做穩定的保存 可是我要怎麼樣才能夠很順利的在室溫的環境底下 交給在座的各位使用呢 所以劉曼博生非常的聰明 他用真包裝的方式 在無菌的環境底下 把這248種的生長因子放到品裡面 而且他可以讓他的一個品質跟穩定度 都可以維持到三年以上 所以生長因子 薄薄的都放在這些品裡面 我們有沒有想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外面有沒有也有在 就是說生長因子的部分的話 常見的有哪一些呢 什麼是生長因子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說 生長因子就是幹細胞再度活化的因子 也就是說 他是幹細胞在講的語言 那同時生長因子 他除了可以重新活化我們身體裡面的幹細胞以外 他還可以去活化我們全身上下其他的幹細胞 其他的細胞不是只有幹細胞 OK 那麼常見的生長因子有哪些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市售有在賣的生長因子 像EGF EGF 它是可以 預防所謂的動態跟靜態紋 所謂的動態紋 就是效紋 靜態紋 就是乳尾紋 它可以抵抗靜態紋跟動態紋 那麼MGF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的傷口癒合 一般我在保養品的專櫃 我看到了不起生長因子就加到兩到三種 就很厲害了 可是呢 更何況 我們今天 我們有這樣的技術 竟然可以放到248種 一般像外面賣兩到三種的生長因子 一瓶它就要價200塊美金 可是我們248種的生長因子 只要90塊美金 是不是要給傑斯一個掌聲 好了 又有一個問題來了 這兩到三種的生長因子 插在臉上 到底有沒有吸收 其實沒有人知道可不可以吸收 所以柳曼博士他用進一步的 再加入了一個技術 這個技術呢 非常了不起的 248種的生長因子 包覆在這個所謂的微脂囊裡面 我們皮膚表面的結構 跟這個微脂囊的結構 是非常相近的 它可以 它接觸到我們的皮膚的時候 它就會用最快的速度 從毛細孔滲透到我們的皮膚底層做吸收 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它只有皮膚的 兩百到三百分之一而已 今天 它可以透過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把我們的生長因子 送到我們的皮膚底層做長效 跟非常長效的事 OK 我發現有很多的會員 他都問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用了這個精華露之後 覺得皮膚膨起來了 好像去打了蘋果肌 原因是吸收在哪裡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生長因子 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它會滲透到我們的皮膚底層 重新活化我們的皮膚 底層一個纖維的細胞 同時呢 它可以把我們的氧原蛋白 重新再整身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的皮膚 就很像是一個洞房子 房子裡面是不是有鋼筋跟水泥 鋼筋跟水泥 隨著我們年齡的增加 它會斷裂 它會破洞 所以我們的皺紋就是 因為這樣子產生 可是生長因子 它就是重新活化 生 重新活化這個皮膚 纖維和細胞 同時活化膠原蛋白增生 所以我們的皮膚 會由內往外通出來 在這個研究就可以很明顯跟各位證實 我們使用了90天 使用了90天 膠原蛋白增加了40% 180天之後 膠原蛋白可以增加到70% 這個時候我們整個皮膚的彈性 是很明顯的增加的 而且呢 我們所謂的深層的皺紋 也會減少 持續使用半年以上 我們皮膚的年輕度呢 會增加到20%到30% 這個是研究的結果 而且呢 剛剛前面有提到 皮膚的纖維母系 百分之90的部分 細胞再生率增加 這個就是我們的精華錄 我們的精華錄 這次可以要跟各位強調 我已經幫各位看過所有的 paper 它裡面完全不含防腐劑 香精 色素 香料 還有有害的化學物質 在這邊要告訴各位一個嘗試 你們不能不知道 什麼叫做精皮毒 所謂精皮毒 就是因為我們在英國有一個研究 平均每一個英國的女性 他們每天所使用的清潔用品 從頭到腳 乳液 護膚品 還有包含香水 平均每一個人身上 都有超過515種的化學物質 被我們的皮膚所吸收 吸收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這些化學物經過皮膚進到體內 就會造成細胞病變 我們的DNA會病變 除了造成老化以外 還有可能會形成所謂的癌症 喔 那麼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等一下跟各位說 當然我們如果今天是從嘴巴吃進去的食物 有90%以上是可以由我們的肝臟代謝料的 可是今天是經過皮膚所吸收的這些化學物質 有90%是停留在我們的皮膚裡面 它會透過我們的淋巴系統我們的血液循環 把這些化學物質送到全身上下去做吸收 光靠洗澡就可以達成這件事情 我們來幫各位投進一下 全身上下哪幾個部位可以最容易吸收這些筋皮膚 我們頭部 額頭六倍 額頭六倍 下巴十三倍 背部十四倍 那麼大家最在意的性器官的部分是幾倍呢 四十二倍 而且在座各位 如果你們是男性 由於你們的結構跟我們女性不太一樣 通常你們吸收到的化學物質 會比四十二倍還要再高 所以尤其是男性就要特別注意 你每天所使用的這些保養品還有清潔用品 所以在這邊就可以提醒各位 我們首先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慎選清潔用品 當然保養品也非常重要 保養應該是說清潔是保養的第一步 我們的結顏路跟一般的結顏路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結顏路有雙效合一的功能 就是卸妝跟清潔雙效合一 而且我們在業界有隱形化妝水支撐 我們的皮膚有非常多種 有乾性皮膚 還有油性皮膚 合性皮膚 尤其是油性皮膚的人要特別注意 千萬不可以選擇那種過度清潔的洗臉 洗臉 因為我們皮膚為什麼會出油的原因 就是因為已經皮膚底層非常缺水了 就是因為它非常缺水 它會產生更多的油脂要去保護它自己 如果把這些油脂使掉的話 它會產生更多的油脂要在更保護自己的同時 粉刺痘痘就會很容易長得更多更嚴重 所以補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 各位的女性一定都有化妝 那有些人化妝可能會用卸妝油 你們知道一般卸妝油 它如果全部都是加植物性的 其實難度很高 因為成本太高了太貴了 它價值沒有利潤 所以一般的一個卸妝油呢 它有一半以上會加上面所寫的這個人工合成紙 你們可以把這兩個化學式抄下來 回去看一下 如果你們家裡還有在用卸妝油的話 這兩個成分包含乳化劑 這三個全部都會刺激我們的皮膚 造成我們的粉刺痘痘的阻力 一般人我們洗臉的時候都是用滾水嘛 大概都是接近體溫的溫度是最好的 可是呢 如果今天有用卸妝油的實況之下 你洗臉的水的溫度一定必須要超過40度C以上 才能夠完全的把這個卸妝油完全清除跟乾乾淨淨 可是如果我們用這麼高的溫度實點的話 會出現什麼問題 水會溫度流失 皮膚會老化的更快 所以今天 如果能夠清潔跟卸妝二合一的話 那不是最好嗎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節眠露裡面有哪一些成分 我們最主要走的就是 立體清潔的一個功效 走的是四次方的一個成分 第一個 裡面有加所謂的一個水洋酸 乾淨酸 它可以很溫和的去軟化我們的膠質 你們一定有用過有一種洗面 是裡面有加那個磨砂膏的 你們要知道那些顆粒 第一個它會造成環境污染 第二個磨砂膏磨久了 毛孔會越磨越大 而且皺紋會產生了很多 所以不建議各位 去買那種有顆粒的洗面奶 用這種乾淨酸水洋酸的方式 它可以溫和的把這些 角質慢慢的代謝出去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們要把我們的皮膚當成像 豆腐一樣在照顧 裡面還有什麼成分呢 我們不累了一天 我們要洗臉 我們要增加我們皮膚的抵抗力 剛剛有提到精皮毒 它光是清潔用品 就可以透過洗臉 洗身體的時候吸收了 可是好的成分可不可以透過 臉的皮膚做吸收 可以的 所以我們裡面又多加了 抗氧化的維生素AC 讓我們的皮膚的綿力增加 同時呢 各搭配了扭曼博士 它的獨家配方 去除多餘的油脂跟髒污 同時 為什麼我們有隱形化妝水之層 就是因為我們裡面有加 所謂的極地蘆薈 極地蘆薈呢 不是一般渡邊 就可以採得到的那種蘆薈 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極地蘆薈 它是生長在非常嚴酷的環境底下 溫度非常低 像這樣的蘆薈 它的保濕能力 跟抵禦能力 是非常強的 所以今天你洗完臉之後 你會覺得說 哇 怎麼會好像擦了一層厚厚的化妝水一樣 所以洗臉又兼有化妝水 和化妝水的感覺 所以今天清潔非常重要 但是防曬這麼重要 重要 不清潔的皮膚 不防曬的皮膚老得快 一般來說 我要怎麼選擇防曬係數 這邊呢 跟各位分享 SPF15的 它可以抵抗90%以上的紫外線 如果是SPF30到40的 它可以抵抗96.7%以上的紫外線 如果是高達百分之 如果今天是SPF40到50的話 是可以抵抗97.5% 它們之間就只有相差了0.8% 可是在座各位 你們會選哪一種 非常聰明 你們會選擇30 可是有一些人會想 97.5%比較高 那我選擇40到50的好不好 但是在座各位 我要跟你們說 一般市面上 只要超過40到50以上的 防曬係數的這些護膚品 它裡面都有加所謂的礦物油 礦物油它會堵塞毛孔 會造成粉刺跟痘痘 所以一般來說 SPF30就足夠了 我們的防曬日霜 就這麼剛好 它的SPF就是落在30 而且呢 它是保濕日霜 等於說它可以24小時 長效保濕防曬 長效熟水 怎麼它又有熟水的功能呢 我看過了這個paper之後 我覺得實在太厲害了 這個都歸功於兩位博士 這兩位博士呢 叫做Rod Eric跟Peter 他在2003年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水通道的理論 這個水通道其實在我們的 每一個人的皮膚的表面都有 細胞膜的皮膚的細胞膜上面都有 可是平常它可能是不活化 沒有打開的 水分是進不去的 所以今天 剛好這兩位博士 方向這個水通道理論 那我們就有辦法 讓這個水通道去表現 讓水分能夠很順利的 進到我們的皮膚底層 做吸收 這個實驗呢 就可以證實 有水通道的細胞 跟沒有水通道的細胞 差別在哪裡 上面那一個 上面那一台細胞呢 是有加水通道能夠讓它表現的成分 下面那一台是完全沒有加任何水通道表現的成分 我們直接看2.5分鐘跟3.5分鐘 你可以很明顯你看到細胞膜位沖水能長大 看起來就是非常保水的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採用的一個技術呢 鎖水的一個秘密 就在於我們可以讓這個水通道在我們的皮膚表面 讓它表現 今天呢 要讓它表現的這個其中一個成分呢 就是我們的專利三合一無油鎖水配方的第一個 AquaSale AquaSale 它就是可以讓我們的水通道表現 讓水分能順利的進到我們的皮膚底層做吸收 同時呢 我們又加上了有十幾億年來的歷史的藍綠藻 它能夠活這麼久 代表它的抵御能力非常強嘛 所以它的抗優力的能力也非常強 我們把它最精華的部分抽取出來 加在我們的保濕日霜裡面 同時呢 我們進去的水分要不要把它鎖起來 要 所以我們把這個水分要鎖起來呢 我們要特別加了紅棗萃取 把AquaSale好不容易送進來的水分 這個寶寶的鎖在我的皮膚裡面 這也是為什麼它可以在24小時之內 長效保濕 實驗顯示連續使用14天 保濕更加600% 實在是太強了 在座各位 在座各位 我在 你們看得出來 我上個禮拜 才剛從菲律賓潛水回來 這個是我在菲律賓拍的照片 我看起來是黑的還是白的 白 很白 很白 有人好像說黑的是不是 可能要多吞幾包那個 reverse 好 顧一下眼睛 所以 我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見證 我就帶了這一罐保濕日霜去了 所以我還是一樣很白回來 因為一般以前我帶別的防曬 我回來還是會長斑 可是現在 所以我上個禮拜才剛回來 我完全皮膚還是很白 也沒有因為這樣子曬傷 不是曬紅 所以保養很重要 防曬很重要 清潔很重要 我們皮膚 當的時候 是不是也需要修復 也需要修復 這一罐呢 厲害了 因為你們有聽過 有修復霜 還可以排毒的嗎 我從來沒有過可以排毒的修復霜 我研究完了之後 我發現 這一罐霜 它實在是 它是我看過最專業的 保養品 裡面有什麼成分呢 最主要它有 它可以到我們一個晚上 能夠找回年輕的六大成分 有第一個 端粒修復精華 有沒有聽到 其中一個老化原理 就是因為端粒會損著時間的增加 它會越來越短嗎 它可以讓我們的端粒重新被活化 不會越來越短 細胞能夠保持活性 第二個 它可以讓我們的DNA 好讓我們的DNA 還有養色體 在受損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幫它做修復 第三個 它還加了這個美白半彩精華 這個paper我研究過 它也非常厲害 它裡面加了一種成分 叫做維生素C 是紫化石的維生素C 紫化石的維生素C 它的抗氧化能力 是一般的維生素C的50倍 所以你只要持續使用16週以上之後 斑點可以很明顯的淡化 這個都是有實驗顯示的 再來就是我剛剛提到的一個重點 好 當然我們晚上修復的時候 也需要保濕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排毒 它可以幫我們皮膚表面的毒素排出去 這個就厲害了 當然 不關於我們一定還有加 我們的248種的生長因子 好 這六個成分 六大精華 可以幫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我在 我們的修復霜 一個稱號叫做 細胞工程師 你們知道這一關 它在晚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端麗修復 你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平均每十年 端麗的活性會下滿百分之十 可是呢 我們的修復霜裡面的端麗復活精華 它可以在短短的三十天內 讓我們的端麗活性回復百分之十 你看 十年 十年下降的 會下降百分之十 它竟然可以在短短的三十天內 幫你做修復 這是第一個厲害的地方 再來 當然 同時它的頂緻度跟彈性度 我們的皮膚當然是很顯著的提升 而且呢 一般來說 我們的皮膚如果 在端麗受損的情況之下 會有點粗糙 會有凹凸不平的狀況 使用完之後 皮膚很明顯的變細了 因為皮膚那個重新建構的能力變強了 當然這個就是我今天要提到的重點 可以排骨的修復霜 它要怎麼排骨 我們皮膚的表面有蛋白質 有脂質 我們因為接觸空氣氧染 包含我們吃的食物 會有些自由基嘛 自由基攻擊了我們皮膚表面的這個蛋白質跟脂質之後 它會演化變成所謂的過氧化蛋白質 跟過氧化脂質 讓我們聽起來好泡口 這兩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兩個東西如果 在我們出現在我們的身體裡面的時候 它會造成我們的心肌梗塞 高血壓 糖尿病 肝硬化 如果是出現在我們的皮膚表面的時候呢 它會讓我們有老人斑 有黑斑 還有皺紋 而且它是屬於深層的皺紋 不是一般搖顯的皺紋 它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這兩個成分 它可以很明顯的幫我們的皮膚做排毒 這兩個毒素 它我們的修膚霜 可以把這兩個成分排掉 可是要怎麼排 怎麼排呢 這個就是這個排毒成分 可以顯著的增加 融媒體細胞的毒性 你們可能疑問了什麼是融媒體細胞 融媒體細胞呢 在我們每一個細胞裡面都有 其實它是一種氣 它是一種氣光 它的功能呢 就是會把這些毒素 吃掉分解掉 變成碎片之後 然後跟著我們的尿液 或是糞便代謝出來 這個就是融媒體 它的功能 修膚霜在晚上的時候 它會更加融媒體的活性 然後把我剛剛說的那兩個過氧化脂質 跟過氧化蛋白質排除掉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排毒功能 同時排毒的效果 在我們的受制者 我們的實驗的人們身上 很明顯的看到這個成果 14天內很明顯的改善到 皮膚變得更疲滑 因為毒素還出去了 毒不排出去 同時皮膚會暗沉 皮膚會暗沉的狀況 也可以做改善 不論是風折 還有清透度 粉嫩度 都顯著的增加 可是皮膚暗沉的部分 顯著的減少 所以我們的 護膚基因修復霜 14天內 只要14天 只要14天 就可以改善乾燥 沖沖 暗沉 斑點 鬆蝕 細紋 跟老化的問題 好了 我們的臉都不穩了 身體要不要顧 身體要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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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邊呢 跟各位分享 其實啊 你們有沒有一個想法 精華露裡面有248種的生長因子 非常珍貴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想過想要把它擦在身體的其他地方 有 有 可是你們捨得擦嗎 這麼小小的一罐 你當然是擦在最重要的臉蛋上面 因為它是全世界最貴的蛋 你會捨得擦在皮膚上面 我們的身體上面嗎 捨不得 所以我們的紐曼博士聽到了我們的聲音 它又更進一步研發了這一罐媒體霜 把248種的生長因子就放在這一罐 所以你可以很盡情的擦 要擦哪裡就擦哪裡 我記得它好像40塊美金而已喔 對不對 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我們的媒體霜它的實驗結果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皮膚特別乾燥的地方有哪幾個地方 有哪幾個部分 手肘膝蓋 腳跟 這幾個地方都是特別容易均裂 乾燥脫皮 我們針對超過50歲以上的一個受試者 讓他們去使用我們的媒體霜 實驗的結果非常棒 有95%以上 接近百分之百的人 使用完這個媒體霜之後 它擦在我們皮膚特別乾燥的地方 只要經過14天 很明顯的看到皮膚變得更光滑更細緻了 這個就是我們媒體霜的功能 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成分呢 當然第一個 它有搭配了我們的 AlphaCell剛剛提到的水通道理論 能夠更易的把我們所需要的水分 送到我們的皮膚底層做吸收 可是這些乾燥的地方 其實它已經受傷了 它受傷了之後怎麼回 受傷其實是需要營養去補充的 所以我們又額外添加了 綜合的一個皮膚需要的維生素 維生素A B3 C1還有Q10 都是皮膚最需要的營養成分 把它補足 當然最重要的我們的基底就是248種的生長因子 好了 身體也顧到了 那麼你們這時候各位 你們都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等一下 這個研究來說的話 一樣 我們在 我們這第12個小時的生活 我們的保濕度可以增加到11倍 在第20天之後 保濕度可以增加到30倍 這個就是它的實驗結果 但是呢 我們身體已經顧到了 但是有些人 他可能想要在短時間內 增加皮膚 我們臉部皮膚的機能 一般來說你們會這麼做 可能我等一下就要出門了 我皮膚不好上妝 皮膚的狀況不太好 一個小時之內 要提升肌膚的機能 要怎麼做 沒錯 會面膜 世界上的面膜非常多 有殘絲面膜 還有生物心環面膜 有晚安動膜 但是有沒有一種面膜 它是除了可以增加我們皮膚的免疫力以外 還可以兼具美白保濕 而且呢 還可以刺激我們皮膚底層的膠原蛋白合成 有這樣的面膜嗎 當然有 就是我們的復活基因水面膜 我們水面膜裡面到底有哪一些成分 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呢 我們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裡面有哪些成分 四雲豆膠 繼續跟多糖體 黃瓜摧取物 複合維生素 還有248種的生長因子 這些成分它的功能 是什麼 我們分別來跟大家解釋 第一個我們的四雲豆膠的部分 它會讓我們的皮膚條程 形成一個網狀結構 這個時候 它會瞬間 讓我們的皮膚有拉提的效果 而且你使用完之後 你會發現細紋變少了 這個是它的最厲害的一個功能 再來第二個 我們要短時間內提升肌膚的機能 我們就提供給它 中和的維生素 當然這個中和的維生素裡面 我們也有重成分的 添加了一個成分 叫做紫化的維生素C 我剛剛有提過 連續使用16週可以淡化斑點 我們把它結合在這個 中和複合的維生素裡面 同時它也有肥白的效果 當然我們給它營養了 保濕重不重要 很重要 我們要鎖水 所以等於說 今天小分子的 我們這個維生素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小分子的 一個保濕成分 它可以叫一個鎖水 保水 但是我們又搭配了一個成分 叫做多糖體 你們知道多糖體 在一般來說 比如說在保健食品裡面 我們會在 靈芝 巴西蘑菇 或者是像 一些牛樟層裡面 可以看得到 它就只要是可以提升 我們身體的免疫力 可以預防癌症 可是多糖體 如果又在皮膚上面 是什麼樣的功能呢 我們在醫美整所的時候 很常用 很常看到他們會使用這個成分 他們會把它做成面膜 它是一個非常會的成分 而且它沒辦法用化學合成 它只能是從天然裡面萃取的 所以它的成分一定非常高 在醫美整所裡面 多糖體它的功能 最主要是拿來修復傷口用的 因為它的修復能力很好 保濕能力很好 一般來說 加在面膜裡面 如果今天有做雷射 或是皮膚有一些磨皮 一些傷口 敷上去之後 傷口會癒合得非常快 這個就是多糖體的一個功能 那同時呢 它除了修復以外 又有 也有跟我們的橘橘燈一樣 有長效法 這個效果 所以 這樣子 這麼多的分 來說的話 我們 野心很大 我們又想要把毛孔縮小 它是可以 因為這裡面有加了 所謂的黃瓜精粹 黃瓜精粹 是可以在短時間內 讓我們的毛孔縮小的 最主要的成分之一 如果今天同時 我們又有曬傷 有一些傷口曬痕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 敷我們的水面膜 它可以有鎮臂的一個效果 同時 黃瓜精粹 它也有 可以達到美白的功能 所以你敷完這個水面膜之後 你會發現 整個點亮的一到兩度 有很多人用完之後 都有這樣的回饋 給我們這些老師 包含我自己 我去 菲律賓前水的時候 我就是帶了整組的 Numines系列的保養品 所以今天 我才可以這麼 神采奕奕奕的 站在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要怎麼使用這個 鏈膜呢 非常簡單 當然第一步 要把臉洗乾淨 那第二步呢 擦乾 可是我建議各位 你們可以留一點點水分 在臉上 然後擦適量 適量的一個 讓皮膚 就是你 可能要自己抓一下 那個厚薄度 差不多 等待15到20分鐘之後 就可以撕下來了 因為我們是屬於 軟膜 不是硬膜 所以你不要擔心 撕下來的時候 會造成皮膚拉扯 然後造成皺紋的產生 當然一個禮拜 用一到兩次就可以了 最後幫各位整理一下 我們要怎麼使用 正確的使用 Luminous系列的保養品呢 第一個 好 我們洗臉的時候 怎麼洗 跟大家分享一個秘密 我們的結言 第一個 當然我們要把它擠出來 擠出來 差不多是黃豆大小 你在把它搓揉成非常細緻的泡沫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泡沫很細 而且很容易 它就會開始破掉了 就消失了 其實這個就是要告訴各位 泡沫越細緻的代表 它是越天然的 裡面完全沒有添加任務的化學物質 好 那你把它搓揉成非常細緻的泡沫之後 就開始按摩 15到30秒 尤其是T字部位 T字部位特別加強之後 按摩完 用剝洗的方式洗掉 記得按摩要很輕 你要把皮膚當成豆腐一樣 你的皮膚細胞很容易破裂 有些人拍化妝水的時候 是這樣拍的 這樣皮膚的細胞是會破掉的 所以你要非常溫柔的散蓋它 好 洗臉的工作 做完了身上呢 我剛剛提到面膜 一個禮拜二兩次 如果你可能要參加重要的場合 再多用一兩次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有傷口的話 用在身體上面也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使用 我們洗完臉 使用完水面膜之後 我們一定要插我們 我們 浮滑路 浮滑路 浮滑路其實你只要按壓一下就夠了 按壓一下你就可以塗完整臉 包含脖子都可以塗得到 那以下它都是綠豆製黃豆的大小 而且我會建議各位 我們整組的路面世界的包含 你在開風之後 會建議在30天內用完 因為這個時候呢 才可以 因為30天內它的活性是最完整的 因為我們畢竟會有一些空氣 還有陽光會造成 就是跟我們的保存方式 每一個人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開風就破真空了 這個部分的話提醒各位 當然我們要注重防曬 防曬不是只有擦臉 記得脖子也要擦 不然就兩個顏色 這個部分要記住 晚上呢 要做修復 修復霜 你們有沒有發現打開來 裡面有一個小勺子 有齁 記得請各位不要用手挖 一定要用小勺子去挖 你們手上面有很多細菌 如果我們都是用手去挖的時候 整罐都會是細菌的培養你 你可能到最後是擦毒品在臉上 不是擦修復霜 這個部分一定要故意用挖勺挖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撇步 我自己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皮膚特別暗沉 特別沒有彈性的時候 你可以把修復霜當成面膜來使用 你在晚上的時候 敷到差不多0.1米米的厚度 然後就去睡覺 你早上馬上就會恢復光澤跟彈性 你們回去可以馬上試試看這個方法 再來我們洗完澡之後 我會建議各位洗完澡之後 皮膚有點熱熱的 還有一點水分在身上的時候 使用眉體霜吸收最好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全身上下每個細胞 都擦了這個生長因子之後 它可以促進我們皮膚底層的膠原蛋白合成 其實我們皮膚有一些皺紋 我們不會注意 可是你擦了眉體霜之後 很明顯的就可以做改幹 所以我們來統整一下 我們今天呢就是傑斯 有這樣的一個幹細胞再生長因技術的優勢 而且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這些優勢呢 幫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 它可以改善我們的毛孔的問題 第二個 讓我們的細胞加速再生 同時把我們的一些老舊的角質 往外代謝 把毒素代謝掉 同時呢 刺激我們皮膚底層的膠原蛋白重新增生 同時增加我們的皮膚的一個 嫩白度跟口論路 把我們的一個彈性提升 這個就是我們看細胞的專利技術的優勢 OK 在這邊我找到了 我看到的傑斯呢 我找到了基因的鑰匙 在這邊你們找到逆轉基靈的秘密了 謝謝各位